講個主題就是說 一由須貫穿 太義氣之功 那義氣練出來的功 跟利氣 利氣練出來的功不一樣 那太金錢是以義為主 義氣 就是說心氣 義氣運行對不對 你的心氣 義氣運行要什麼 要沉著 對不對 這個也沒沉著 沒有沉著對不對 來 這個剛剛沒有沉著 這個有沒有領勁 沒有那怎麼辦 所以他要什麼 向下什麼 是不是有向下沉的感覺 那這有沒有收斂 沒有收斂怎麼辦 打過來嘛 所以我們的吸義氣是要什麼 不是利 來你寫文 這種叫利氣在收 這個叫力量的沉著 這個怎麼收斂 一定是外面在 來 再下去了 這也沒收斂 這也沒收斂 那你如果還在側呢 我怎麼拔 放肩嗎 若不引進 所以我們的義氣 是由心意產生的能量 然後你一定要什麼 沉著 假如我也沒沉著 為什麼 因為我順遂了 但是你摸不到我沉著 這個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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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穩一點 這邊有沒有順遂 這個有沒有沉著 這邊大力 這邊沉著 這邊大力 再大力一點 這個呢 這個順遂 這個沉著 那因為你這邊有大力 那我從哪個空間可以拿 這個空間 應該不能打 因為你兩隻手 一隻手 繞在我這一次 繞在我這一次 還有一隻手 這個 好當我們義氣 義氣 收斂 沉著 對不對 這收斂了 沉著 如果我是在這兒 有沒有收斂 沒有 沒有 那你也不好供進來 因為你供一定是往外 要把它壓進來 那我沉著收斂 如果我是這樣 很想讓我沒有收斂 也沒有沉著 要順遂 沒有自耐 那我沉著 要收斂 收斂 然後順遂 順遂 百人便利 什麼 同行 我也不跟你 玩力量的去對抗 所以義氣產生的效力 我在講效力 對不對 小葉我是不是有這種力量 我是不是有這種力量 先告訴我 沒有 我不是這個東西 在練的法門不一樣 而是我是這樣的東西 我是 小葉我是力在先 還是義氣在先 所以義氣在先 對不對 那你告訴我 力在先是哪一個 還不見得力在先 因為你力可以比我先 對不對 就是你 你講的嘛 我有力 你也有力 但是你力在先呢 我有力 你也有力 可是你力在先呢 好 好 所以沉著收斂 還要什麼 順遂 我跟你講 心意 心意 運行 這個氣的時候 心意運行 這個氣 好不好 把我們這全身貫通 容不容易 你要把 結結 啊 這個 這邊久結 這邊久結 你要貫通容不容易 而且要貫通到便利順遂 而且重心呢 來小葉我這也沒貫通 怎麼辦 怎麼辦 你不打我算你忍耻 把我發的成績 好 這樣子吧 這也沒貫通 這也沒貫通 沒有貫通 那我要講怎麼辦 要更強大打你 我就轉換到力量來了 如果我義氣已經很順遂貫通了 你講我這是力量還是力氣啊 力氣嘛 那這個呢 但是你也不見得好打啊 對不對 我做債啊 我這樣不打 你要區別兩個不同 這個是要引進來 再收斂嘛 啊 是不是很順啊 如果我給你們一點力 一點力就是很差的 開啟前常都是 因為弱並甚強 給你一點 兩個挨打了 那我這一點都不給你呢 剛剛是這樣的 我弓的時候也沒給你 你知道嗎 我弓的時候也沒有給你 那很顯然這是義氣嘛 對不對 我沒有啊 可是你要用力打過來 那我是不是義氣啊 我把你這麼一扶 你身體癢了 然後我就 嗨 這個牽 往上牽嘛 養之彌膏 好 那他 現在都是義氣 那你怎麼打我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不是用力 力產生的氣 力後面有能量 這樣可不可以打到 就有了嘛 這來力氣 來告訴我 這是力氣 這是力氣嘛 這是力氣嘛 那這樣呢 力氣 周鍊成卓順遂了 這是力氣還是力氣 好 就這樣了 看